哈登刚加盟费城76人之时,一度被认为救世主一般的存在,所有人都坚信他联手恩彼得能胜利夺冠,有民宿甚至称他们为新一代OK组合,然而事实却给球迷们狠狠上了一课,76人连冬觉都进不去,更别提夺冠了。 哈登在救赛再度拉回了表现,惹得外界对他口诛笔伐,76人管理层也不例外,当初哈登刚来到费城市,76人就表示要以超级点心语气完成续约,而经历救赛后,他们的口风明显变了,这次他们只给了哈登5年1.7亿的续约合同。 在管理层看来,这份合同陪哈登绰绰绰犹豫,他们认为,再也找不回火箭时期的巅峰状态了,然而哈登并不这么觉得,他毫不犹豫拒绝了这份合同,并坚持要拿到4年2.3亿顶心才肯续约。 双方目前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,哈登的态度很明显,虽然他渴望拿到总冠军,但并不打算为此做出将军的决定。 哈登坚持自己的想法,而76人的态度也很强硬。 近日,总经理布兰德接受采访明确表示,哈登目前状态无法匹配顶心,他想要拿到理想顶心合同,就必须要展现出火箭时期的MVP水准。 听完76人的回应,很多哈登球迷表示担心,哈登之后到底还何去何从呢?那么,觉得哈登会离队吗?